这是发生在1931年美国特技表演的真实一幕 此表演团曾在一百多米的纽约高空表演走钢丝而出名 镜头中的女人脚尖点起 轻盈地走起钢丝 地上的行人如蚂蚁一般 而后只见她在高空中翩翩起舞 时而单脚站立 时而跳步前行 但单脚站立之后 前行却是差点掉下 女子弯腰下蹲降低重心 顺利化险为夷 随后增添了几个新的舞蹈动作 跳跃 前踢腿 旋转等几个动作交替进行 优美而又惊险 女子却毫不畏惧 面带微笑 最后以荆棘独立之势结束了这场走钢丝表演 在随后该表演团再次出演 以高难度的摩托车骑行走钢丝 对平衡的要求不免是更高 不仅如此 你看 两轮车下还用铁架制作了一个简易的座椅 两位女士表演者在出场表演后 一左一右垂腿而坐 像是一副优美的画卷 但这毕竟是在高空 不禁为他们捏一把汗 两轮车上的男子 开始更为惊险地杂耍表演 只见他一步步挪起 身体略成拱形 先松开的手 却本能地去扶住把手 男子的身体失去了平衡 一个不留神 男子不慎从高空坠落 两名女士看着突发的一切 惊魂未定 求生的本能让他们死死抓住身旁的铁条 待男子送往衣製后 他们顺着钢条攀岩而下 顺利脱险 这是走钢丝表演团的一件惊险高空事故 令人唏嘘不已 看着